20号晚上7点出头 张姓男子出现在大马路上 他从安全岛走下快车道 起先坐在地上 后来干脆躺下来 路口号制转为绿灯 车子一辆接一辆经过 一开始有几辆车放慢速度 但是都没有停下来 接着第二次绿灯 第三次绿灯 在第三坡车潮后 张姓男子消失在画面中 这个时候他已经被车子碾过 他顶着紧跟在前方的自脚车 但看到前方自脚车 忽然右转闪避的时候 他发现到对方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车轮从张姓男子身上压过去 驾驶也下到了 紧急刹车 结果车子失控侧翻 向后队破窗救人 还好驾驶只有前额受伤 但监视系画面中 张姓男子从路导到被碾壁 大约四分钟 至少十几辆车经过 没有人停下来查看 为张姓男子挡住后面来车 直到银色轿车闪避不及 直接碾过去 是说他晚上六点多的时候就出门 对 所以他去哪里他也不知道 家属也不知道 警方调查张姓男子没有工作 长期酗酒 今年已经19次因为酒罪入道 被消防队救护 没想到会因为是在快车道 被车子碾壁 如果当时有人及时伸出援手 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